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也牵动着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关心学生的心 作为学生 你所在的班级可能是以微信、小程序、QQ等方式传达消息 科技的发展让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如果以打电话的方式传达消息呢? 假设我们回到只有坐机的时代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用打电话的方式传达消息 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这里有一个紧急通知 要求老师尽快通知全年级511名学生收看空中课堂 如果以打电话的方式去通知 每分钟通知一个人 在打电话的过程中 不涉及不接电话等一些特殊问题 是一种打电话理想状态的数学研究 同学们 请你帮助老师设计一个打电话的方案 小明同学说 511这个数太大了 不好研究 这可怎么办呢?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小凡同学说 我们可以把大数转化成比较小的数 通过小一点的数找到规律 再由此推断出大数 刚才小凡同学说的非常对 这是我们数学学习中常用的一种方法 叫做化凡为减 同学们 现在你想把511换成多少开展研究呢? 小方同学说 我们小组有7人 就从7人入手研究吧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研究 其他较小的数 下面 我们就参照小方的提议 把511名学生 换成7名学生 来研究下规律 在正式研究之前 我们先来整理下数学信息 要通知的人数是 7人 通知的方式是 打电话 用时 每分钟通知一个人 通知的要求是 用最少的时间去通知 下面 请同学们自主研究 活动要求 用简洁明了的方式 表示出打电话 通知7个人的过程 好,同学们 你们设计的怎么样了呢? 有些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方案了 别着急 请你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方案 看看你的作品中是否通知到了每一个学生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同学们都想到了哪些方法呢?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小兰同学是逐一去通知的 老师通知第一位同学 再通知第二位 这样一个一个依次通知 最后需要7分钟 小明同学认为 如果通知的人多 这样的方案费时费力 肯定不行 小方同学说 他只用了5分钟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通知的 小方是分组去通知的 不只是老师参与通知 还让组长帮忙通知呢 他把7人分成两组 老师分别给每个组长打电话 需要2分钟 然后小组长同时通知小组的成员 需要3分钟 一共需要5分钟 小兰同学发现 分组通知真是个不错的方法 于是他想 既然分组通知 比一个一个通知节省时间 那么是不是分的组越多 用的时间越少呢 同学们 你有这样的猜想吗 接下来请你举例验证 看看你的猜想 是否成立 让我们来看看小兰同学的验证过程 他把7人分成3组 老师分别给每个组长打电话 需要3分钟 然后小组长同时通知小组的成员 需要2分钟 一共需要5分钟 小兰同学发现 分成2组用5分钟 分成3组还是用5分钟 所以分组变多 并不能让时间变少 再看看小林同学的验证过程 她是分成5组来验证的 老师分别给每个组长打电话 需要5分钟 然后小组长同时通知小组的成员 需要1分钟 一共需要6分钟 小林同学发现 分成2组用5分钟 分成5组却用了6分钟 时间反而变多了 所以猜想不成立 诶,小明同学在思考什么呢 她说,假设我们分成7组 不是还要7分钟吗 的确如此 既然分组变多 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节省时间 那么什么才是节省时间的关键呢 有些同学发现了 逐一通知之所以慢 是因为只有老师一个人参与通知 而分组通知 组长在帮忙通知 有些同学在同时打电话 帮忙通知 同时打电话 就能够帮助我们节省时间 还有的同学说 我们要让知道通知的人都去打电话 不能闲着 这样就能帮助我们节省时间了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有道理 诶,小蓝同学在思考什么呢 原来呀,她发现刚才的方案中 还有知道消息却闲着的人呢 所以她认为一定还有更快的方法 同学们,请你想一想 还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下面,请你检查调整下自己的方案 好,同学们 又到了分享的时刻了 小蓝同学调整方案后 让组长做到不空闲 这样只需要四分钟 并且小蓝还在线段上标注了使用时间呢 强老师做了一个动态过程 把同时通知的用同一种颜色来表示 第一分钟 老师打给组长一 第二分钟 老师打给组长二 与此同时 组长一打给生一 第三分钟 第四分钟 按照这样的方式去通知 只需要四分钟 同学们 你们还有更节省时间的方案吗 小蓝同学说 她只用了三分钟 比刚才又节省了一分钟呢 她认为组长要做到不空闲 组员也要做到不空闲 也就是说要让知道通知的人都去打电话 同学们 你们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 让我们来看看她的方案 她用的是简笔画的方式去表达 笔画人物图方便许多 第一分钟 老师通知了一个同学 用绿色标注 第二分钟 老师和绿色标注的同学 分别同时通知粉色标注的同学 第三分钟 知道通知的这四个人 分别同时再通知四个人 用蓝色标注 这样通知真的只需要三分钟 就可以通知七名学生 这可真是个好方法呀 再看看小凡同学的作品 她使用的是英文字母 通知的方法和刚才的同学是一样的 第一分钟 第二分钟 第三分钟 用同时打不空闲的方法 只需要三分钟 接下来我们看看小方同学的作品 她用的是文字加编码的形式 同学们 你能找到小方设计中的亮点吗 小凡同学发现了 这个作品是用了图例去标注 用正方形表示老师 圆表示学生 线上的数表示第几分钟 这样更加清楚 第一分钟 第二分钟 第三分钟 同样需要三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小明同学的作品 她同样使用了图例去标注 并且大胆去掉了圆中的文字 显得更加简洁了呢 第一分钟 第二分钟 第三分钟 同样只需要三分钟 同学们 刚才的几个作品 都能够使用各种符号 用示意图的方式去表达 画法简单 逻辑性强 便于理解 那么你更喜欢哪个作品 为什么呢 这位同学说 他更喜欢四号作品 因为四号作品的示意图更加清楚 同学们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一号 二号 和三号作品 向各个方向通知的都有 感觉画得有点乱 四号作品 把同一时间内 新接到通知的同学排列整齐 这样看起来 更有条理 更容易看出 每分钟新接到通知的人数 好了 同学们 刚才我们经过思考调整 设计了最优方案 现在你能说一说 怎样打电话 最节省时间吗 小林同学马上就说了 要做到同时打 不控闲 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么如果再打一分钟 能通知多少名学生呢 先想想 再试着画一画 好了同学们 你们画得怎么样了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 小凡同学的作品 你们画得和他一样吗 再看看老师的作品 看来 再过一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 有橘色员表示的八名学生 同学们 在画的过程中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 虽然我明白打电话的道理 但是画的时候 还是会落下 如果打五分钟 六分钟呢 需要的纸张 就会越来越大 画起来 也会越来越麻烦 这样画下去 容易出错 我们还是找找规律吧 看看小凡同学 借助以前学习的统计表 许多信息更加明了 小凡把新接到通知的人数做了一个记录 第一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有一人 是绿色员表示的同学 第二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有两人 是粉色员表示的同学 第三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有四人 是蓝色员表示的同学 第四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有八人 是橘色员表示的同学 同学们 你知道第五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有几人吗 根据数据 一二四八 你有什么发现吗 有些同学发现了 八是四的两倍 四是二的两倍 二是一的两倍 所以第五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人数 应该是八的两倍 也就是有十六人 同学们 你能试着说说这个规律吗 小凡同学发现 每增加一分钟 新接到通知的人数 是前一分钟的二倍 接下来 我们看看小林同学 她把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做了一下记录 第一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两人 是老师和绿色员表示的同学 第二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四人 分别是一名老师 和一个绿色 两个粉色员表示的同学 第三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八人 分别是一名老师 和一个绿色 两个粉色 四个蓝色员表示的同学 第四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十六人 分别是一名老师 和一个绿色 两个粉色 四个蓝色 八个橘色员表示的同学 根据 二 四 八 十六 这些数据 同学们 你能试着 说说这个规律吗 小林同学发现 十六是八的两倍 八是四的两倍 四是二的两倍 因此 每增加一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是前一分钟的二倍 那么 第五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几人呢 对了 用十六乘二 等于三十二 所以第五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三十二人 同学们 你知道 为什么是二倍的关系吗 小林同学发现 不空闲 同时打电话 两个人同时通知 就有四个人知道 四个人同时通知 就有八个人知道 所以是二倍的关系 小蓝同学 马上就算出了 接到通知的总人数 同学们 你知道 它是怎么计算的吗 有些同学发现了 接到通知的总人数 比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少一 少的这一个人 就是老师 诶 小明在思考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他觉得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与二之间有关系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两人 是一个二相乘的鸡 第二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有四人 是两个二相乘的鸡 第三分钟 在此基础上 又乘一个二 也就是三个二相乘的鸡 第四分钟呢 是四个二相乘的鸡 第五分钟 是五个二相乘的鸡 同学们 你能试着 说说这个规律吗 小林同学发现 通知几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就是几个二相乘的鸡 我们来验证一下 第五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是三十二人 正好是五个二相乘的鸡 下面 我们按照刚才的发现 把相应的数据 填入在表格内 按照这样的规律 再往后通知呢 第六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用三十二乘二等于六十四 是六个二相乘的鸡 接到通知的总人数 用六十四减一等于六十三 第七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用六十四乘二等于一百二十八 是七个二相乘的鸡 接到通知的总人数 用一百二十八减一等于一百二十七 第八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用一百二十八乘二等于二百五十六 是八个二相乘的鸡 接到通知的总人数 用二百五十六减一等于二百五十五 这样表示下去 写也写不完 强老师用省略号代替 现在前提条件不变 如果要尽快通知一百八十七名学生 打电话至少需要多少时间呢 小兰同学根据刚才的发现 七分钟可以通知一百二十七个人 八分钟可以通知二百五十五个人 要通知的一百八十七个人 在这两个数之间 所以他认为是七分多钟不到八分钟 同学们 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有些同学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小林同学认为 打一个电话需要一分钟 因此七分多钟肯定不对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有的同学发现了 在第七分钟完毕的时候 我们最多可以通知一百二十七个人 当通知第一百二十八个人的时候 就需要八分钟了 也就是说 要通知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直到二百五十五个人 都只需要八分钟 正如小凡同学所说 八分钟最少可以通知一百二十八个人 最多可以通知二百五十五个人呢 所以通知一百八十七名学生 至少需要八分钟 同学们 让我们回顾最开始的问题 看看现在你能解决了吗 要求老师 尽快通知全年级五百一十一名学生 至少需要多少时间 根据刚才的发现 我们知道第八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有二百五十六人 那么第九分钟 知道通知的总人数 就是二百五十六乘二等于五百一十二 也就是九个二相乘的鸡 那么接到通知的总人数 就是五百一十二减一等于五百一十一人了 看到这个结果 你有什么感受吗 老师和你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只需要九分钟就能通知五百一十一名学生 同学们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许多这样的问题 需要通过设计得到最优方案 在实际打电话的过程中 要让这种通知方法行之有效 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我们要注意事先画好电话通知的示意图 还要确定谁通知谁 并且每一个人都要严格按照指定的方案执行 这样才能避免重复遗漏 达到节省时间的目的 同学们 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呢 有的同学说 学到了画繁为简 从小一点的数入手 找到规律 再由此推断出大数 还有的同学说 经历了画图探索的全过程 感觉数学学习特别有意思 强老师相信 屏幕前的你 一定有属于自己的独家收获和体会 同学们 虽然我们现在打电话通知事情变少了 但是这种数学思想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更多的问题 比如今天我们作业中提到的这个问题 好同学们 那我们今天的数学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